妈 来来来 坐这边 我坐这边吧 坐这边 宝贝儿子啊 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茶 今天这么多事 我今天找你啊 就是我最近有个想买的东西 就一双鞋子 多少钱 五千块 也不贵 老哥内心深处的想法是 我都没穿过五千块一双的鞋 这么贵啊 这是卸亮版的 给钱吧 你给钱给我吧 我这小满在说五千块钱的鞋 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的 哎妈 你就给我买嘛 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买好不好 你给我买吧 五千块钱也就 也许是觉得撒娇的画面太美 众人纷纷表示 辣眼睛 老妹啊 你要不真的去找库工作吧 你早二十六岁了 你赶了钱啊 自己去买层鞋好吗 我不想工作 又累又苦 工资还低 你买什么东西啊 我在家吹空调不好吗 你家里矿 我们真的没有钱 我的钱都给你了 所以让你给我买双鞋 鞋都指望不上是吧 以后还指望你干什么嘛 你看我脚上这双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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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脚上这双鞋 这钱吧 块钱 是人穿的吗 这是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如果说刚才还只是调侃 面对这样的巨婴宣言 你这养我是天经地义的呀 女士有些坐不住了 你到底给不给我 你这样对妈妈说话 你这样对妈妈说话 这样对妈妈说话不对的 我给你养大着也不这样说话的 什么叫天经地义的 你自己没有胳膊没有手啊 这么养你天经地义的 真的养你怎么应该的 我都说应该的 我给你生命你就要感激了 要懂得感恩 我就只是想买套鞋这样不过分吗 你觉得你一双鞋有必要吗 你让妈妈再难过你 你觉得有必要吗 这时 庞州的男士也加入了进来 我一想到校 我每年花一趟钱 我就要长个三十万 但是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我一个月还装不到这么多钱 我们都是从小孩子长大的 小时候也到家里要过钱 挣过钱 都一样的 你不是网上都说 你不逼父母一把 你都不知道父母都有钱吗 你不逼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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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的精力 26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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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孩子还要快一点 我孩子都在勤工俭学 我孩子打两分针 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 网上都是流行这一句话 不逼父母 都不知道父母有多有钱 你再看一下 跟你同龄人的 说这种话的人多 还是正在赚钱养家 还有上有老 下有小的 还有自己说 自己租房子 自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靠自己自力更生的人 大有其在 还有说是 像是你这种 逼妈妈要钱买鞋子 拿鞋子 砸你妈妈的人多 任何事物都一个浓会 你自己倒是也要做父母亲的 你看你妈妈多伤心在这里 表达了安慰 女士却想做得更多 但是你今天这个行为 必须还是跟妈妈道个歉呗 我相信你会跟你妈妈道歉的 我相信你 不错 是时候送上我们的感谢了 我现在是真的是要妈妈的 真的不好意思 有感触 自己也是做妈妈的人嘛 有的心里一下子心就起来 因为我们都是做妈妈的 我觉得真的养的小孩 辛辛苦苦养这么大 就是真的像 我们老一辈的就是爷爷奶奶说的 像我爸爸妈妈那时候 跟我们讲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给带大 等我们自己做个父母亲 才真的体会到 什么是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带大的那种 两位知不知道一个词 就是叫巨婴 对 我觉得刚才就说 有点妈宝男 妈妈妈妈妈巨婴嘛 一个成长过程嘛 大家都一个成长过程 从那里走过来了嘛 但我小孩也比他小不了多少嘛 我们小孩 我小孩比较懂事 感觉你好像教育孩子 特别有心得 您是怎么教育自己孩子的 我也没什么心得 小孩吧 从小肯定也还懂事 我们也没那么宠 我也不想他这么累去打工 但是他自愿地去打 我也接受他去 因为这么大脑 还有自己的担当嘛 所以我也让他去承受东西吧 接受社会嘛 而还有一位男士 脚步匆匆 面对镜头 只留下一句 我看着他妈表现 好像不是特别舒服 然后自己以前 也并不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所以说两句吧 刚才看所有发出声音的 他们应该都是 已经为人父母的人 只要当了父亲 当了母亲 都会想 然后看着今天 这26岁的这个小伙子 就生怕 别多少年以后 我们家孩子这样 他都会有代入感 刚才我们这位男演员 他呈现出来的 他当然是非常综合 也非常复杂的一些 社会原因 也就是说 他从小到大 26年中 从来没有人 教会他一个词 责任 你对自己的责任 对家庭的责任 从没有人 教会他这个词 所以他就长成了 现在这种 奇形怪状的样子 我一直觉得 这个孩子成长过程 父母一定要 在相适应的年纪 咱们就比如说 这个孩子八九岁了 九岁十岁了 到了这个年纪 一定要让孩子体验 钱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个孩子 想买一个 二十块钱的巧克力 孩子自己的零花钱 攒到十五了 我借你五块钱 你可以现在就买 那巧克力 但是借你五块钱 记住啊 还的时候 有一块钱是利息 还的时候还六块 一定要把这钱 搁在手里 让他先有获得的快乐 然后想起来 哦 我借过钱 我还要支付利息 又被拿走 他才能感受到 钱这事 攒得不容易 花得不容易 然后借钱更不容易 让他体会到 钱是什么 别一张嘴五千 好家五千落桌上 多得一落 你知道吗 在刚才的 这一组观察当中 大家看到了 我觉得两桌的顾客 一个是过来人 另外一个是妈妈 母亲这样的身份 来解读 刚才我们遇到的 这个事件 那接下来 我们可以遇到几个人 对于这个话题 他们的态度 似乎格外的较真 关于巨婴的观察 还在继续 我觉得这儿 开放了一双鞋 永远买鞋啊 多少钱啊 不贵 也就五千块 宝贝啊 妈妈意思 拉不出这么多钱啊 在巨婴们的眼中 向父母无度的索取 是理所应当 我是你儿子 你生我出来 你就要负责养我 是不是 给点钱又怎么了 如果爸都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用花什么钱 五千块钱买的也 真的有点多 早给晚给 都是要给我的 是不是 你不如现在给我多好 他们的妈妈 不是真的 抱着那孩子 你看着这小伙子 你不心寒吗 我们家这孩子 要二十多年以后 长成这样怎么办 手都在颤抖 家里钱都给你了 你找我就是要钱啊 你别在这里给我哭穷 好吧 真的是 你真烦 快点咯 我是为你儿子 花你点钱怎么了嘛 你这五千块钱嘛 你为了孩子好 你就要给他钱嘛 以后要你干点啥 以后要你带孩子 真是 庞舟的男生 显然克制已久 他会怎么做 你生我 养我 你今天对我负责是不是 你宝吧 你宝吧 这你家属于她 我们怎么办 你在情况下什么 你妈生你养了 你到时候她不容易 你再来怎么样 你也不能跟你妈 这么样子说话 你妈生你又不气你的 你要是溜着你的意识 你这么多人都孩子 你好意思吗 你有良心吗 我问你 你让她轻松一点吗 成年人呢 你就该为自己的责任负责 我就是18岁的 我觉得我跟我父母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的 面对18岁少年的连连嘲讽 我们的男演员表示 这谁顶得住啊 但男生却并不打算 就此放过巨婴 你做的就是不对 我就告诉你 百山下危险你知道吗 不你自己赚钱养我自己啊 你能不能就是你 她要养你到的 就是她到入土为爱的 还要养住你是吗 她的所有东西 以后都留给你 是吗 等你又结了婚 你生个小孩子出来了 还要多一个给她养 多两个给她养 妈妈就是心太软了 换我 我两个嘴巴给你打出去 你知道吗 面对男生的连番轰炸 我们的男演员表示 我还是个孩子 我先走一步 是时候送上我们的赶鞋了 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外 谢谢你 不好意思 刚才只是一个人那个 谢谢 谢谢 你们才18岁去吗 我觉得你们做得好好呀 三观特别正 对对对 对不起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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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 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个正常的 就是我爸妈从小 又是跟我说 你要到自己以后 就是出入社会了 一定要就是自己去养活 自己不要去给家里面太多压力 虽然我家庭还好 只是就也还小康 但是我一定就是想的 我不会去就是去啃老 我觉得这种人的心态是就是 他是兵胎 他是官司的 13 4岁 如果13 4岁 你说这些我其实可以理解的吗 你说你26 7了 你现在就要这种东西 那真的是心理年龄太小 就是宁爱就是官出来的 我觉得是 感觉你们对阿姨比较有同面心 是 为什么会对阿姨 就是这样一个母亲的阿姨 就是她一点都不尊重她的母亲的话 那我们是看不下去的 就是这是一个兵胎的社会现象 那个时候就有点心疼 毕竟我们的爸妈也会老呀 我们的爸妈也会有一天要这样子啊 就像是对待我们自己以后的家人一样 也会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呀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好意思 刚才这几组年轻人好样的 自己才刚满18岁 可是体现出了是一个成熟成年人的责任和担当 而且在反复的这个较量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男孩子也不止一次提到 良心 责任 担当 如果说一个人他从小到大 到了该负什么责任的年纪 父母不让他负什么责任 帮他负掉这些责任 那对不起责任这俩字对我而言 就是俩汉字 可能我查新华字典我能知道责任的字面意义 但是我没感受 力所能及的你让他感受到责任 我在行动当中履行责任 这个责任到最后才不会变成一个字面解释 从他生命出生开始 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就已经存在着认知上的问题 自己父母认知没有调整 自己也没有成长 把孩子当成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宝宝来养 最后只能养出熊孩子 有的父母是共生关系 依赖在孩子身上 他巴不得孩子不长大的 这一对母子极其典型 妈妈要为我的一切负责 谁让你在我应该成长的每个阶段 都把我的手脚砍断了 从来没让我成长过 那我现在26岁了 别看我手脚健全 其实我精神上的手脚和所有的一些翅膀 都被我妈妈通过捆绑或者是割断 都已经剥夺了我的一切能力了 你当然得对我负责 她的内心的逻辑就是这么想 你从来没有允许我从摇篮里走出来过 那你凭什么要求我 变成一个在家里替你负责的大人 所以在刚才回到这组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几个年轻人 18岁的少年 恰恰为我们这26岁的男演员 上了一堂很好很生动的教育课 接下来的观察当中 还有很多人对这个现象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甚至还有人当场霸气地给钱 在今天的观察中 很多人对巨婴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这组观察 三天两天你问我要请我哪里 这么多请给你 我们都老了 对于巨婴的理所当然 这位男生选择直接打脸 我以后可以赚大钱养他们呢 问题是你先让城都在哪里 赚大钱的朋友是在哪里 不是给钱啊 这是打脸 我说啊 如果你要买鞋 你要钱 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你要想办法 你还给我 你给我这个 我长的时间 什么时候 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你要想过 你花在我之外 就买一把鞋子 你会很快 妈妈 除了男生的直接打脸 接下来 更有直击灵魂的拷问 那你给我花钱 那不天惊地义的事情吗 那你自己都还没有赚钱的机会 凭什么张口中午妈妈 要妈妈给你买五千块钱的鞋呢 你配穿五千块钱的鞋吗 你有这个能力穿吗 这就好 你配穿这五千块钱的鞋吗 你妈妈也有给她自己买个五千块的鞋吗 我们现在二十出头都是给家里买东西 你呢 还在这里 因为妈妈不给你买五千块钱的鞋 怪妈妈不爱你 二十六岁也没什么 我还没结婚啊 你们就是个继承者 就是这样子 也没有哪个女孩愿意嫁给你 我们不像妈妈的 不是代表年轻人 你真的不能代表我们年轻人 别被年轻人好不好 别被我们九十五 哦 九十五 你手机不好 你妈妈都不应该把你生下 真的 你爸妈真的不应该把你生下 太可乐 对于巨婴 人们毫不客气 那么对于妈妈 人们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就让我丢你 一样 二人这个 都是真的让你丢恋 你已经没有义务了 法律上你不养 没有人管你 你可以不养 我又跑到走鲜鱼 如果不给他钱 你能管他就可以做吗 在走鲜鱼又经常都没事 他对你都这样比你还对他都对神 很新一点 在很新的时候 可能是你们前期别人别太顺了 惯了 我管不了 就让他老社会上去 自然有人管他 那就让他自己的命了 你好 几位女们好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这位好 刚刚那位 都是我们的节目 我们觉得就是 满了18岁了 成年之后 你就自己应该 独立走上社会 而不是说赞成首相 赴美要钱 我已经知道 我最大的能力了 是吧 那就 你已经是大人了 那你要为你所做的 任何事情付赐 如果我管不了 自然这个社会还可以管你 你做了错事或者坏事 你就要承担你相应的结果 自己的三观 还有就是自己的认知 就很不相信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你觉得怎样才能算是 心理年龄 真的成熟了吗 就是能够自立根深 然后鼓掌一面吧 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不用依赖别人 不管是家里 还是其他朋友 觉得跟年龄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有些年龄小的 他也很懂事 有些年龄很大的 他也不一定懂事 刚刚的几组观察当中 各有不同 最后还有人提出 要把孩子交给社会 我们都知道 我们生出孩子出来 将来是 一个是造福自己 也要造福家庭 最后还要造福社会 像这样的妈宝男 父母身上的寄生虫 他可能是这样的 他在家的时候 祸害父母 把父母的血吸干了 父母供养不了他了 但是他的恶心又难改 好吃懒做 他接着他就去 危害社会了 偷摸骗抢 懒惰是万恶之源 贪婪也是万恶之源 最后你把一孩子 养成了又贪婪又懒惰 还理直气壮 这不就是来 危害社会来了吗 我觉得他是把这个问题 包开了 给这位母亲 给这位家长看 这是雪玲玲的现实 也是看上去 很丑陋的现实 可是这一切 恰恰是惯出来的 我蛮喜欢那堆年轻人 就是直言不讳 像你这样的人 你妈妈真的不应该 把你生下来 觉得特别的解气 好 通过这一天的观察 我们看看 大家对于年轻的 这个行为 表达了自己 旗帜鲜明的态度和立场 刚才那个男生 说得很对 说一个人的成熟 真的跟年龄 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关系 那接下来 我们转换一下剧情 当年轻人变称老年人 这样的行为 发生在你的周围 身边的人又会这么做 第一天的观察 已经告一段落 人们无一例外 对巨婴有着鲜明的态度 接下来 我们将转换剧情 巨婴由年轻人 变成老年人 当目睹老年版的巨婴 我想买个三万块的按摩椅 爸 我不是不想给你买 我是真的 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别人家有 我也要有 你不给我钱 就是不孝顺 太孝顺大强了 同样的餐厅中 人们的态度 会有所改变吗 坐 坐 坐 我给你点了 米料 这是你年轻人最喜欢喝的 爸 你觉得心情不错吗 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你看 上在商场 给你买的 感觉特别适合你 这多少钱 两块钱 我想买个三万块的按摩椅 按摩椅 上个月不是才给你买了一个五千块的理疗仪吗 爸 三万块钱有点太贵了 你呀 现在要你花一点钱 你就嫌贵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了 这人老了 就是不行了 看我这个年纪大了 我说叫你要买个东西 你都不肯 我说话没用呢 是吧 然后是我每天 光自己养了一半 我现在真的没有存款 我不管的 你今天一定要赚钱 我把你养得这么大 我多给你多大些 这应该是你回到我的时候了 我跟你说好了 我们这个年纪 看这个是什么 脸啊 脸要紧啊 有人在听 有人在看 还在小声讨论 所以嘛 就是在电视区里面 它是我们还是美的家 根据现实中的事情 创作了 对于这个老年版的巨英 人们不像之前那样 直接介入 其实三位刚刚好像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还蛮有感触的是吗 对 就我们刚才有说到 给出的一个意见是我们只看到了一个面 就随着人年纪的变大 或者工作越来越忙之类的 然后可能就陪伴在父母身边 或者怎样的时间 只能会说越来越压缩 越来越小 可能父母就需要一种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你对他的爱 所以他可能是想通过这个体现一个你对他爱的价值吧 的确对于老人的正常需求和巨英的无理取闹 人们有时难以界定 而在下一组观察中 我想买个三万块的按摩椅 爸 真不是我不想跟你买 要不我们缓一缓 等我存在钱了我就给你买 我不管了 你今天一定要赚钱 你真的是个白眼男 当演员饰演的爸爸暂时离开 洗衣服片 跟你说是你爸爸 怎么是好好谈 我爸爸就觉得生了我 我就要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那你拔了太多教育了 习惯我太没有用了 像你年轻小 你几个人也有那么有利益的 像这样的老爸不通通大多 那你今年都拔了 26 其实那么年轻 有个像这样的还是靠老爸生活有的很多 你比了70人 那你说你别的老爸 女士似乎颇有感触 是为什么呢 哈喽你好 不好意思给你解释一下 我是广东卫视 您会怎么做的节目组 然后刚刚您看见那两位妻 都是今天配合我们观察的演员 是假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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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好心安慰 谢谢 我小白女士似乎我女人和女士差不多 突然有点触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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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白女士似乎老爸 女士似乎她要是这样走出去去圈圈 这是我女士似乎 我看他爸在去教育他 怎么这样的去欺负女儿 我就觉得太不公平 因为做女儿的也很不容易 没有 人类都过去了 以前一开始就是一味地给钱 当你发现给钱是个无底洞的时候 你就不能给的时候 就原则上的东西一定不能去那个 我是这样子的 现在 现在我爸爸也还蛮好的 其实你假的假的真的好 也许是见证了一段辛苦的过去 女士的话语充满感慨 最后一组观察即将开始 关于父母和自我的边界 会有人能鲜明地指出吗 你呀 你就是想气我 你根本不是拿不出 可是我已经每个月把钱给你了 我根本没有存款 好气啊 怎么办 我已经哭了 谢谢 而当老年版巨婴离开 老师 你听到了吗 你不会觉得亏倦 你懂吗 像他这种不少活着不死 那别人的生命又怎么样 我们并不觉得你不少说 我觉得是他在疑老面老的 那我就说 就算他是你爸 你也不能说他什么的话 你都听着他的呀 我觉得 不好自己人活着稍微不起来 不是因为得为别人 你懂吧 你是一个独立体 而不是为他人体 活着一个附属品 你应该相顺的地方还是得孝顺 但是你超出自己的一个阶线之后 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管那么多 但是有一天不会想着开的 在这么一味的相顺 我们只是一个外人 只是我们都看不惯 这样的风容 你不是可怜 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子 一味的松容着 谢谢你们 然后我刚刚看您还挺气愤的 反正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 家人索取的 就是人吧 就是可以尽自己的孝顺 这是衣物 但是前提是尽于自己 能够活得好的钱 情况下 我是因为的以爱之名 打着爱之名 去要求自己的女儿 或者儿子去为她做这些 我就觉得是道德绑架 就是人都是要独立 不是说儿女就一定要依靠父母 或者说儿女长大之后 父母就得依靠你 两位觉得健康的一个家庭关系 应该是怎样的 我觉得基于关心 不是说以前给她叫好 偶尔打打电话可以回去了 就是多陪陪家人吧 因为毕竟有了这辈子 不一定有下辈子 谢谢 谢谢 还好不是真的 应该就是 最后的这场观察当中 蓝姐你怎么看到 更多的女性会因为 这样的一个观察现场 而被触动 在有一些的这种 家庭关系里边 她可能会重男轻女 所以女儿生出来的时候 是被潜在地 当成资源在培养的 你看我把你嫁出去的时候 我要收一大笔的彩礼回来 给哥哥和弟弟去买房子 从小灌输的使命 就是你要找一个有钱人 老娘 老爹 就可以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愿望 你就不孝 很多女孩子 那次处境的那种 她多或多或少 会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她很容易唤起这种共情 一边说啃老 一边说啃子 刘老师看一个健康的 绿色的家庭环境 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首先最起码的是界限感吧 孩子在意识到自己成年的时候 就要内心深处 在自己和父母之间 有那么一个界限 对方不是你无原则的 无休止的去索求的对象 那么父母也一样 我要知道我的孩子 他的承受能力在哪里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小日子 老日子过好了 在年轻的时候知道储蓄 年老的时候知道养生 然后年轻的时候知道奋发 年老的时候知道安详晚年 互相之间互相支持 而不是互相索取 不是互相依附 而是互相给予爱的供给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来收看 节目完整视频 还可以通过中国青年网 中国新闻网 中国网娱乐频道 腾讯娱乐凤凰娱乐 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 ZAK新闻客户端 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